国际油价不断走跌 国内油价也从6月起跟着连续调降 目前的价格已经逼近4年新低 不过外界还是质疑中油降的幅度太少了 中油表示国内油价公式完全反映国际原油价格涨跌 预计在3个月内会提出一个前显版的油价修正公式 消除民众对油价的疑虑 加油站里排了一辆又一辆等候加油的车辆 因为国际油价不断走跌 国内油价也从6月起跟着调降 本周的92无迁汽油每公升28.7元 95无迁30.2元 98无迁是32.2元逼近4年的新低 但外界还是质疑中油降的不够多 7月7号跟7月11号来做一个比较 国内92无迁汽油的税前的批售价 那它的跌幅是22.5% 与我们整个国际指标原油 它本身汇率80%的变动幅度 21.3%的跌幅来得大 另外油价创新低 经济部将停止补贴客运及 计程车部分的油资 中油表示今年截至10月止 已经代支付补贴金额 高达新台币22.2亿元 希望能回归市场机制 而针对外界质疑 油价计算公式不够公平 对此中油表示将对油价计算方式 做整体的检讨 预计三个月后 也就是明年农历春节左右 会提出一个前显版的油价修正公式 记者乌鸟与蒋龙翔台报道